史前博物馆和澳洲办事处合作 展出了台湾到澳洲打工度假青年的摄影作品 23号的开幕式特别邀请到 曾经到澳洲打工的青年朋友们来分享经验 透过他们的眼睛 让大家看见澳洲各个角落的美景 史前馆与澳洲办事处合作 展出台湾到澳洲打工度假青年的摄影作品 23号举办开幕式 澳洲办事处代理代表 集协办的教育电台台东分台帐也亲自参加 今天早上我这么一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画面 确实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美 更能够深度的了解澳洲 我去过澳洲两次 但是我都还是觉得镜头下的语言 比我眼睛所看到的 这个不相上下 有不一样的感觉的这个美 我们的脸书的Facebook page 开始向台湾打工度假设 证求摄影作品 结果反应非常热烈 我们真的很惊喜 有超过1500张非常棒的作品 投稿 最后由澳洲和台湾评审自习的选后 选择了今天在此展处的三十四张作品 我在其中 预约担任评审 评审真是非常难的人物 因为所有的作品都那么好 那个台湾打工度假者好像非常有这样的能力 他们都很厉害 老年化在台东很严重 更严重的是 我们这次调查里面看到 13岁到29岁之间 接起电话的比例有多少 你知道吗 1到只有6% 就说 台东的年轻人都不在家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我们邀请这个 我们的习多阿来看这个展览 他一进来看 他第一个想法就看 全部都是跑到外面去 可是我相信会有人 他看到了年轻人走出去的那个精神 这个精神是什么 他们勇于突破 追寻自我 发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曾到澳洲打工的韩家勋 分享了他在澳洲的生活 其实第一个月我是去念语言学校 因为人生力不少嘛 也没有朋友 所以我就是报名了一个月的语言学校 去那边交朋友 认识新朋友 然后 所以 因为我选择的是Melman这个城市 因为很多 我有朋友有去 然后他们选择的 Working holiday的方式是 一个城市一个城市 可能去做一些 采收果物啊 或是做一些 不同的工作 一个换一个 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 我在选择一个city Lone State 我去好好的体验这个国家的文化 这个城市 然后真的去交一下当地的朋友 所以我就选择在Melvern 所以我比较多的生活的照片 就是在Melvern的照片 因为我一整年都待在那边 所以 尤其我刚刚也看到那个照片 就想到Melvern最重要的这个车站 Big Industry的station 这是一个Melvern最大的地标 因为后来很多习惯 就是跟朋友约在哪 Big Clock 他们有个大时钟 就是On the Big Clock 那其实这个的话 是那天我记得 好像有一个日本的 一个节庆的一个游行 展览从1500多件作品中 选出34件 透过他们的眼睛 呈现出澳洲的自然 人文与特别的小角落 也看见青年们的勇气与突破 记者廖婷娟台东市报道